欢迎来到芭芭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欢迎来到芭芭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新句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嘴角的笑简直比AK还难呀 在诚意的身前中 有一段剧情 诚意饰演的云洪生和文叶明密谋时 看到外面有人来了 就拉着文叶明躲进厕所 这个时候外面进来了两女生 两人进来就开始讨论起云家的两位少爷 说云家的两位少爷真的是太好看了 其中一个说喜欢云大少爷 觉得笑起来很迷人 另一个说更喜欢云二少爷 他身上有种神秘的气质 而且还特别绅士 特别有风度 像个贵族 云洪生听到这话 我这是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 云洪转头看着文叶明那眼神 仿佛都在跟他说 你听到没 他说我像个贵族耶 云洪生这嘴角的笑事比AK都难呀 这嘚瑟的小表情就差把鸣爽血脸上了 和文叶明一副我懒得理你的表情 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女生走之前还说 她刚刚朝我笑了一下 真的完全一副小迷妹的样子 话说这女生真的不是果果吗 我觉得我要是看到诚意肯定也是这个状态 说不定更夸张 能开心到尖叫 之前果果们看到诚意来了窗打招呼 都开心到不行 这怎么就不是诚意的小迷妹呢 你们说诚意在车里听着果果们 喊着她哥哥 她心里是不是也像云洪生一样开心呢 看到这么多喜欢她的人 她是不是嘴角的笑也想压都压不下来呢 我们最喜欢看到诚意笑了 诚意哥哥要是你想笑就开心的笑出来吧 你开心我们也开心 感谢观看